非常老的小区 而且这个地铺的是这种砖头的地 非常老 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房子 这一套房子 这边这个房子刚刚卖了700多万 这个房子很漂亮很大 这一套地更大 但是它便宜一点 原价是690现在卖590 这个是林大哥的一个朋友的房子 然后现在是进门 进门的地方可以停一台车 进门的地方不是很大 门口有个院子 它这个房子其实没有什么打理 这里也是个小院子 这是金门的左手边也是一块空地 这是房子 房子的外观 前院 前院的样子 这是房子的一侧 院子的外面开始看 还做了一个突出的那种设计 采光就比较好 这边后面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 这适合小朋友在这边玩 然后上面做一个遮阳棚 这边就非常舒服了 这房子其实不算很大 房子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地很大 还有600多个平方 这边也是一块空地 然后后面是一个杂物间 这边是一个杂物间 这边做了一些硬化 做了一些地砖 好 这是房子的另一侧 这后面有水箱 有水棒 还有洗衣间 放在后面 这个地方它是 他们以前这个房子 是两个兄弟的房子 他们把它打通了 可以方便来往 然后如果不想 如果想买这个房子 可以把这个重新再修回去 也是可以的 这是后面洗树的区域 这个还比较方便 这边还做了一个小囊 好 这个就是房子的前面 地很大 位置 然后地比较好 在泰国买房子 在泰国买叠树 最重要地段 地是增值最快的 对 房子不会增值的 装销也不会 装销者会贬值 对 地是一定增值的 如果有地大 以后你就可以有 有条件可以卖高 因为我人家都是买地 它可以全部拆掉 来重新建 来重新建过 然后这个社区 一年的物业费是6000泰铢 有泳池 但是没有健身房 然后看房子的旁边 是一块空底 一块空底 好 我们现在从房子的后面 后面进去 后面进去 好 我们先 第二个 第二个卧室 这是一个次卧 装销都非常新 刚刚翻新两年 刚刚翻新两年 然后有个床 有个衣柜 有一个架子 有空调 有扇子 有个扇子 这个扇子怎么漂亮 好 有空调 看一下窗户外面 窗户外面也不错 景色也不错 它这个门可能是忘了翻新了 这个门的颜色和这个 这个有点不搭 不是很搭 这个门适合住一个白色的门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是个主卧 主卧很大 主卧很大 其实这边出租也不错 这边出租也不错 出租也不错 对 因为位置比较好 这个扇子 游泳池 绰绰有余 对 就比较容易出租了 好 这是主卧的卫生间 非常大 还有一个浴缸 两个花伞 这是公共卫生间 很大的一个洗漱台 好 然后花洒 热水器都有 这个是有纱窗的 泰国的房子很多 卫生间是没有纱窗的 这个是有纱窗 装的那些小灯 很漂亮 好 这边是厨房 厨房也比较大 对 可以坐在外面 这个是明火 这个明火 就是烧煤气炉的 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做菜就比较舒服了 比较大 好 就是门口的一个 一个 次我 一个小房间 小房间 有空调 它每个房间都有扇子 有个衣柜 一样有个架子 然后这个它也是这样 凸出去的那种设计 这个地方比较好 看我把外面稍微收拾一下 就比较好看 绿化的非常好 这是客厅的一个扇子 它的全房全部做了石膏线 全部做了石膏线 它这个石膏线其实非常花钱 你看在国内最普通的石膏线 可能只有9公升宽的石膏线 一米大概是89块钱吧 人民币 所以它做一圈 做了两层 其实都非常花钱的 所以应该是装修还是花了点钱的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是花了钱的 然后看它的地砖 小块的那种地砖 防滑地砖 这个砖踩得非常舒服 不是贺北冰这种砖 踩得很舒服 这个是进门的地方 慢慢绕一圈 这有两个小朋友 然后 这是电视柜 没有电视 没有电视 然后这个是餐厅 这个厨房 这个是一个次我 房子比较简单 但是也利于后期的 你们自己想想改一下 想做什么民宿 做成自己住的风格都可以 都很简单 都比较容易 你这个房子多少面积 620平米 620是吧 620平米 地是最值钱的 因为地特别大 很少 就能找不到那么大的地 在这个地点 这个离海滩非常近 就是两点多公里 两点多公里 三点四公里 然后直直走就是海滩 就是海滩 是的 因为地大你要干什么都可以 后面多扩建泳池 什么都可以 然后增值空间非常大 因为泰国的房子 如果买别墅 最重要是地 地是增值空间的 房子是贵增值的 对 它这一套多少面积 这一套装修的很漂亮 其实也可以装成跟它一样的风格 对不对 你看它后面的院子很大 后面院子一样 它这个700多万 700多万 社区的环境 绿化非常漂亮 老社区都是这样 绿化非常漂亮 非常安静